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瑞生也有另一套就是耀武扬威 应该420期就完结了 我朋友亦差几期 他应该找到 我也有一疊 希望补到他的散书齐两套 目标算是和他一起齐了两套巨猪 两套大的江湖书 还有刚刚在网台就听到说火舞的华卿 和牛佬古惑仔的红卿 他们两个对江湖书里的看法 就形容火舞就是一个内斗 好像家庭的内斗 唐心风霸 勾心滑角 即是家族成员在这儿斗来斗去 古惑仔 初期就是一些揭秘 揭古惑仔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一变下变下地区性 一群人聚在一起 向外面打 帮派对帮派 但可能到今时今日 所谓的社团 古惑仔究竟是什么回事 是不是书里面所说的 可能作者也有点脱节了 另外就说到邱瑞生 听访访里面 对他的为人是怎样的 他写火舞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钱赚 只可以说他懂得用财技 初时可能因为印刷数 又或者出版的数 他要三个月之后才还 之前拿了一笔资金 然后就做自己的东西 这个数捐不了 再出一本书又拿一笔资金 再出一本书再出资金 去到后期 就一个兵器潮 算是救了他 因为他之前开了很多本书 开了七本 一个星期一本 一本书出一样兵器 他自然最快 他手上七本书 其他想开新书都不够快 他仔细解决财困 到今时今日 那都是 听到一方面的东西 不过他自己也 不是很喜欢做访问 就是没有做访问 对外面的东西都不太理想 就听不到他方面 怎样说了 不过我们当花生 听完就算了 另外呢 又找到一些东西 找到 火舞 遥阳的墨 我想着究竟 能不能出街 和 找到个小腰包 当时除了 除了一些 颈链 刀刀刀刀之外 那 就 呃 其实也有其他类型的产品 有些T 有些 其他配件 很多耳環 戒指 又成 火舞 出很多 反而 古压仔 在兵器上 真的没什么 怎么出 好像有把 浩南刀 那些 不过是 比较少 但是 火舞 阿瑞生 的确出很多 其他那些 他那七本 都不停不停 不停地出兵器 那 当时兵器潮 算是够了 港曼 也可以说 害了港曼 因为那些人都不着重 本书的质素 只是肯定 画一些兵器 你连去到金小文 都趁热闹 兵器超人 十期的兵器超人 都出一些兵器 你想想当时 会有多夸张 另外就有说到十五少 十五少 他就出很多 算是 色情漫画 但是现在色情漫画是非常非常贵的 我想现在起码二三十元一本 那些 肉袍团 艳女幽魂 那些当然是贵到 飞起 如果你有整套的话 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我应该有租书的 因为我发觉 如果你买租书 当然是有齐套 你不介意质素 就没问题 如果你散书买一套 就真的太贵了 不过 如果这些 题材的书 还要是租书 那租那些人做了什么呢 那真的 想一想 如果想了作偶的 真的 不会买 因为买了回来超级消毒 我买了回来都抹几次 然后进袋 看就揭过一下 都是那些东西 但是原来15笑 除了在这方面 其实编剧应该不错 因为原来他用其他的笔名 去画一些儿童的书刊 甚至 Van仔 当时这个女编剧 其实有一些 一些踩界一点的漫画 内容比较敏感的漫画 都是他骗的 什么《重案组》 那些 你可以说是变态的剧情 原来Van仔有份骗的 这类片剧 大家其实不需要 太戴这些有色眼镜去看这些 港漫的内容 比如 《孤野仔》 我也要谓 除了港内 名副其实就是 说孤野仔 那大家站封面 吴奇隆 被人骗到飞起 但这内容也是 whats 产则说了 香港内部 一些文化内容 《港漫》 其实很反映香港文化 尤其是那些《港漫》的专栏 我自己火舞遥阳 两套这些豪华珍藏本两辑 每辑九旗都齐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辑 《古华仔》当然出了很多 《古华仔》停了一刊 连他的合订本都停了 不过最近他也决定出回 起码完整出最后一辑都是好事 今天讲到这么多 讲到这么多 下条影片再见 希望慢慢的影片会制作得好一点 其中有一段都比较受欢迎的 不止只是在这儿 大家也会闷 今天讲到这么多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多一点点 咱们 一起坐 点击 搅拠 银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